大家好 今天港股早上升 曾经升超过290点 重上28,900点的水平 我们看看今天早上恒指的走势 隔晚美股做好 港股这边都承接到一个升势 今早高开212点 开始重上28,900点的水平 之后曾经都升过290点 高见28,981点 其后升幅略为收窄 持续在28,700点至28,888点 这些水平增持 今天我们有阿迪和我们一起谈谈 阿迪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阿迪 见到港股今天早上都可以升 升幅现在略为收窄 见到资金似乎流入好仓较多 投资者是否都倾向对后市有信心呢 而部署上你是否建议都继续用 高波论去做部署呢 是 其实看回大市来说 在牛证好仓方面 有一个换马的情况 就是在28,000点升到 今早上最高 挨近29,000的时候 累积的低位升幅 其实都有过千点了 之前一些27,000多买了收回价的牛证 账面值的盈利都不少 所以见到沽回一些远一点的收回价的牛证 换回近一两天新上市 介乎28,300 甚至到接近28,600 这麽近的收回的牛证 有些换马的情况出现的 但是始终市况比较波动 尤其是在中美贸易战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A股的走势比较反复的话 如果真的部署后市升跌 又不可以因为工作需要 或者其他原因 不可以长期在股市前望实的话 可能一些没有收回风险的 行指call put 轮会比较适合 一看好的话 选择一些贴价 或者年期长一些的保守选择 call 轮带上来有一只20536 20536这只call 轮在年底11月底才到期 时间值持仓的选顾会慢一点 实际杠杆都不差 给到有12倍 至于帕轮方面带上来有一只11292 11292恒指的帕轮非常贴价 行使价在28600点 8月底到期 所以给到实际杠杆都会高一点 有大约15倍 看到反弹刚刚是差不多受制29000点 甚至乎250天线这个位置 如果看淡月向下的话 11292的帕轮除了假设有机会看对方向之外 人生波幅受惠 上升的机会都不小的 不错 我们看完市场 不如说一下板块 看看医药股 早前医药股有高位回落 近这几天重拾上升势 不过看到今天医药股也要先升后回 先看看石药 看见到今天曾经是升超过2% 高见过23.4% 之后都是倒跌 要下跌22元的水平 另外一只是白云山 昨天就很厉害 收市都升到超过7% 今早都高开的高见过36.4% 不过之后都要倒跌 一度是跌超过3% 阿迪 如果大家看到两只医药股 你有什么选择给大家 除了医药股繡 為這兩天大股的反彈而上升之外 整個醫藥板塊其實在過去幾天的反彈幅度 都相當強 其實其中一個市場的說法就是 受惠在內地最近有一套關於 講醫療機制的一個電影 帶動近日在A股方面 無論影業股和醫藥股都升得很急 事實上其實雖然這麼說 但其實看回去年年底開始 其實在內地方面做一些醫療藥物的改革 都已經整體上在基本因素利好這個板塊 如果你想在這個板塊裏選擇龍頭股的話 以今年由2018年來計算 雖然大市的走勢又表現反覆 甚至乎會下跌 但其實看回石藥比起年頭 依然累得可見到是可觀的升幅 所以還是一個強勢的板塊 如果想趁今天調整一個比較多的幅度的時候 趁低留意的話 石藥的call率可以留意1093的call率就是14105 14105的石藥call率行使價在24.63 屬於輕微價外選擇來的 11月到期 槓桿有3.6倍 在醫藥板塊另一隻就是874的白雲山 看好的話就是15894 15894的白雲山的call率行使價在41.88 12月初到期 實際槓桿比度有3.4倍 好 我們今天就和阿迪聽到這裡 想問阿迪有沒有持有剛才說過的股份 沒有持有的 好 謝謝阿迪 如果大家想繼續捕捉這個論證市場的機遇的話 就要繼續留意著我們逢星期二四 早上11時 雷銀集團突躍冷靜焦點 拜拜 以上資訊至希望於合資格的香港投資者 本產品並無抵押品 與方向任務力上債或違約 投資者能無法收回部份或全部應收款項 本資料由UBS AG 亞洲股票獻稱產品銷售部人員 特別瑞士銀行提供 並不構成買賣建議邀請邀約或郵稅 結構性產品之價格可急升或急跌 投資者可能會蒙受全盤損失 國防表現並不反映將來表現